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樂透仔這兩段 其實基本上就是把資料放在對應的儲存格 所以它會一個一個幫你把這裡面的資料清空 然後這個的話是一個一個把公式再丟進去 就可以達到自動化的目的 接下來的話如果希望撰寫這兩個 一個是格式化,一個是格式化清楚 那要怎麼寫?一樣很簡單 就打一個sub,sub開頭 然後後面的話加上那個格式化就好了 然後enter 你會發現它會自己幫你加那個後瓜糊 跟entersub 那再來的話要怎麼格式化? 其實我們的... 所以首先的話你要分析一下 到底格式化在做什麼? 其實就是說 我一樣希望可以幫我把 第二列到第四十三列裡面的 如果... 所以在一個回圈裡面 所以回圈的話是第一個 我要找的那個範圍 範圍是for一樣 所以這個其實比較快的方法 直接拿這邊來複製好了 把for回圈拖拉下來 一樣打個enter兩下打個nets 那這個範圍裡面 那這個範圍裡面 第二列到第十三頁的這個範圍之內 裡面有條件 什麼條件呢? 就是當... 欸?當什麼呢? 所以當什麼條件發生? 所以if 所以在for回圈我習慣的 先按個tab 然後if 什麼條件? 如果呢... 儲存格...哪個儲存格呢? 依然裡面的儲存格 所以我就打一個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 所以他會比什麼? 先這個... 第2列的1欄 1欄的話就逗點 這個地方打一個1 也就是他會先抓什麼呢? 抓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抓到這邊來 那他要跟什麼比較? 欸?我要找的是什麼? 當他是小於等於7的時候 所以我要找的條件就是說 當這個排名裡面的資料喔 如果他是小於等於7的話 空一格 然後...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要把 小於等於7的資料抓出來就對了 其他的話就跳過 那enter兩下 打一個andif 所以頭在if 尾巴的話呢在andif 那也就是說呢 符合這個條件的話呢 他才會做下面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所以再按一個tab鍵 就是把他的同一列 同一列 同一列的話呢 那其實可以拿這個複製 同一列的A欄 指的就這樣 把這個Sales I列的E欄 把它改成A的話 這樣的話呢就是Sales 同一列的A欄 的底色 底色的話怎麼加?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將來你要去 把他的底色 變更成黃色的話 那怎麼做?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你們先把那個Sales刮符 這個先delete掉 留下Sales就可以了 那因為為什麼要把它拿掉? 因為如果假設 你現在假設有刮符狀態 你加個點 他不會有下拉清單 讓你去選 所以我們先把這根先拿掉 然後先頂 這個時候Sales點 那你會發現 他會給你很多的屬性跟方法去選 那其中的話呢 底色的話呢 它的這個設定的部分的話 它是在你找一個FORM 不對,應該是什麼? 底色的話呢叫Interior 所以你打一個 有沒有,Interior 這個地方的話就有個 叫這個Interior的話 這個指的就是底色 底部啦 底部的話就是它的底部的部分 叫Interior 然後點 顏色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底下有個Color 有沒有,Interior的Color怎麼樣? 那後面的話你給它黃色 那黃色的話你就等於什麼? RGB 特別所以以後呢 只要你在VBA裡面 想到那個顏色的部分 那你就要想那個函數叫RGB 錢瓜弧 那你會發現 它有點像一個調色盤 R的話就紅色 G的話就綠色 B的話就藍色啦 那如果是黃色的話 那怎麼給它這個數字? 有點像調色盤 那如果黃色的話 基本上 假設你不會也沒關係啦 你可以從這邊油漆桶旁邊有沒有 其他色彩 那你先點一個黃色有沒有 然後再點字D 這個數字就有了 紅就255 綠255 藍就0 所以你把這個數字有沒有 填到剛剛的那個 我們的程式裡面就OK 所以這邊填255 豆點255 豆點0 後瓜弧 這樣的話他就知道說 你要的是黃色 所以他就幫你把底色 加到這邊 記得喔 最後interview 這個 記得Sales 我們剛剛是把瓜弧拿掉對不對 所以最後請你再補一下瓜弧 因為如果你沒有補瓜弧的話 它會變成什麼樣? 它會變成整張工作表全部的底色都變黃的 這可能要注意 要特別小心 一定要自己再加一個 同一列的A藍 幫我改成黃色的 欸 這樣就寫完了 我們試試看好了 所以程式寫完之後的話 看看呢 他能不能按照我們的需求 把顏色做變更 那當然為了讓那個程式跑慢一點 我會在這邊加一個中斷點 有沒有這邊點一下 讓它停一下 然後跑一下 所以當它哪個條件呢 I等於是 這個應該是13的時候 就是13列 13列是這一列 OK 它的條件是小於等於7 它等於7啦 所以會把A13的儲存格 A13就是這個 底色變成黃色 目前因為這一行還沒執行 所以我讓它停下來 所以如果我要讓它跑的話 我再按一個什麼 F8 它就會往下了 然後這邊我們的筆電 一定要按Function鍵加F8 有沒有發現 當我跑了這個動作 這一行執行之後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個底色就變更了 就這個效果 那其他都一樣 所以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是哪一列 第二十二列 所以二十二列看一下 往下捲 二十二列應該是這個 有沒有小於等於7 有沒有 當它小於等於7 就把它的底色 幫我變成黃色 有沒有 其他都一樣 所以我就讓它快速跑完 有沒有發現 只要是小於等於7的有沒有 它就把底色呢 全部通通變成黃色了 但是我如果還希望做一個動作 把它恢復 那恢復怎麼恢復 恢復比較簡單的做法 應該是直接拿格式化複製吧 然後直接貼到底下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乾脆把RGB這邊 把它恢復成什麼 恢復成原來的白色 所以你要怎麼把它 這邊改成叫格式化清除 叫格式化清除 然後這邊 那怎麼改成白色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也是可以從RGB下手 那你說老實說 白色的話應該是 給什麼樣的數字呢 000嗎 不對喔 000黑色喔 所以如果要白色的話 記得就是255 25 255 如果你不會啦 我剛剛講過 這邊有個油漆桶 你可以其他色彩 然後找到白色 白色在這裡 然後設定一下 有沒有 255 255 255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結果 是不是我們要的 格式化清除 有沒有發現 它就恢復成那個白色的 這個是一個方法啦 因為它原來是白色OK 可是另外有一個方法就是 除了給白色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把它的底色去掉 去掉的話 有一個另外的參數叫 XLNUN 這樣的話是沒有顏色的意思喔 那其實啦 如果以這邊看起來 跟白色跟白色喔 最後的結果應該是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喔 兩個方法 一個是 如果你要把格式化清除的話 記得喔 把上面的格式化 複製下來 把它改成 255 2525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XLNUN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清除 這個是加 這個是清除 OK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如果我希望呢 這樣其實也蠻方便 但是好像 似乎沒有前七名列出來的方便 所以如果我希望呢 能夠把 找到的號碼 直接就幫我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 這個F的第二列的位置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我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有點像這樣喔 我們如果假設 往下一樣找到 如果它是小於等於7的話 那就幫我把 找到的這個資料的儲存格 不是底色換成黃的 而是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幫我把它 複製到這邊來 那複製過來的話呢 就複製到F2啦 可是如果複製一個之後的話 下一個的話 那不能複製到F2 要複製到哪裡呢 F的下一個 第二列的下一個 F2的下一個 F3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變成說每一個找到的 丟過去的話 那當然啦 首先你要知道怎麼樣複製啦 其實複製非常簡單 就是把等候 後面的資料 放到前面去啦 所以這怎麼寫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好不好 就是格式化 格式化清楚 一些要求的 說法 如果有很多人 的話 就算是有些人 不得了 說法 不得了